许诗林强烈建议恢复民贵官制 有什么深意 近来有个叫许诗林的人火遍了网上 尤其是他提出的恢复平民向官员行跪拜大理的建议 让人觉得匪夷所思 查了一下许诗林的公开资料 许诗林 南 陕西蒲城人 中山大学毕业 险居深圳 国家一级作家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甚至是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甚至是杂文学会会长 甚至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 中国传媒大学科做教授 曾获首届中国鲁迅杂文奖 广东鲁迅文艺奖等等 这一大堆头衔 最吊人眼球的就是杂文学会会长 我们都知道鲁迅先生就是以杂文当刀将 刺向一些反动旧势力 而许诗林却以文化遗产保护专家的身份 建议恢复官员跪拜大理 让网友们毁于参半 中国跪拜里的行程也是有一定的渊源的 我国秦代没有捉衣板凳 只是用席子或者铺团放在地上 人两膝盖着地 坐在小腿上或脚后跟上 也叫席地而坐 如果客人走了 挺起腰杆子 就变成了半跪的姿势 到了东汉末年 捉衣板凳等先后问世 人们不在席地而坐 跪拜里就变成了等级差别的标志 主要运用于官场 如臣子拜皇帝 小官拜大官 奴才拜主子 都要行三拜九后之力 在民间如祭祀祝寿也要行跪拜之力 后来增加了大千 坐一 鞠躬等礼节 直到辛亥革命胜利后 几千年的封建君主制覆灭 才结束了这种跪拜里 但是在祭祀 拜庙 红白喜事的时候 仍然要行跪拜之力 1912年 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在南京正式成立 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 废除跪拜里 规定官员之间 官员和民众之间不行跪拜 但是民众在私人场合 却不加干涉 以体现人人平等的社会权利 许世林先生突然提出 恢复跪拜之力 有人认为这是专家没事找事 是一种封建参与思想的体现 应该加以批判和博斥 也有人认为 许世林先生既然是搞杂文的 是不是另有深意 目前的社会贫富差别 进一步加剧 尤其是一些官僚主义者 严重脱离群众 在他们的眼里 虽然民众没有跪在他们眼前 可是在心里 他们早已把人民当成奴才 对人民的诉求 人民的基本生存权利 都不问不问 许世林先生 带有讽刺意味地说 如果能恢复跪拜之力 那么能够体会官员的高高在上 也许他们发发慈悲 可能会体恤一下民情 不然他们就不会 尽到官员的本分了 显然许世林先生这个话 不是提倡恢复民外观的大力 而是讽刺那些 当官不为民做主的人 看来许多网友是误会许先生 也难怪世界上真真假假 虚虚实实的事情本来就很多 被人误会也是常有的事 活下来的都是王者